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参孙的生平 我们先从她生平的开始点 她是什么种的开始点 会更加明白她是怎么死的 第十四章第三节 我们会看到最能够描写参孙这个人的人格 参孙现在应该已经是成人了 十四章第三节在《时诗记》 他父母说 在你弟兄的女儿中 或在本国的民中 岂没有一个女子 何至你去在未受国礼的非利是人中 娶妻呢 参孙对他父亲说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因我喜悦她 我们发觉这里有一个问题 参孙的为人 是跟着他自己的旨意来行的 我们发觉在《时诗记》有一个 常常会出现 或者在后期会出现一些字句 关于以色列人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看第十七章 第六节 那里讲 哪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其实这一道的讲法 和参孙的描写自己的心态 和以色列人那时候的光景 在原文是完全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有什么种的民族 才会有什么种的领袖 或者说有什么种的领袖 才会有什么种的民族 这个是彼此呼应的 所以其实参孙的心态 是代表他当时社会 就算以色列人 都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他是去娶妻 第十四章 让我们看到他娶不到妻 然后第十五章 是因为这件整件 娶不到妻的事件 就带出很多不同的灾祸 和战争 但是参孙跟其他 这些事丝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是真的任意而行的 他等于每一个战争都是自己打 不是带出以色列人打的 所以如果纯粹从一个 以色列的领袖来看 参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领袖 其实第十五章 已经是这个故事的完结了 如果我们看十五章最尾的地方 《诗诗记》第十五章 《诗诗记》第十五章 《当菲利士人核制以色列人的时候》 《参孙作以色列的时事》二十年 如果我们看整个故事 整个《诗诗记》 当一个故事来看的话 这些句子就是说明 这个《诗诗记》所做的事工到此为止 其实十五章已经很能够表达出 参孙所做过的些什么了 所以十六章再讲一个故事 是很奇怪的 很明显就是作者将一个故事 加上去 但是在第十六章 表明出究竟参孙是什么种的人 所以有什么种的死亡 从十六章第二十一节 我们看到 他这里说 《非利士人将他拿去》 《画了他的眼睛》 《大他下了家杀》 我们看到参孙最初他娶妻的时候 为什么他想娶妻子呢 因为参孙说他让他喜悦 喜悦原文是我眼中所看到 觉得是好的 从以色列怎么描写他们任意而行呢 都是同一种的句子来讲的 就是以色列文行他们眼中看为好的 是因为他们眼中看为好的 其实是不好 是违反耶和华的律例的 在《士诗记》第十六章 我们看到耶和华遮着 《非利士人》 来懲罰参孙 画了他的眼睛 因为本来参孙是用他的眼睛 来看那些他不应该看的 所以耶和华就以这件事来懲罰他了 我们看到参孙他如何死法 在《士诗记》第十六章 第三十到三十一节 参孙死的时候 他说 他说 他学出的作用 更多过他本来生的时候 生存的时候的作用 所以参孙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警戒 其实 一个神的子民 不是可以任凭他自己的旨意 而行他喜欢做的 而他想每一样东西都先要想 以耶和华的旨意为念 所以参孙这个故事成为 以色列文的境界 好